加快興建公屋 加快興建公屋 不要六點上樓 好 大家好 今天來到防委會的總部門 我和阿欣一起來到這裡做甚麼呢 因為防委會今天就住公屋的入息和資產 做一個檢討 我知道你很關心一些基層市民 特別劏房 現在公屋的輪候時間 在去年的12月底已經是升到5.7年 都是創21年的新高 是一個不是那麼好的信息 隨著經濟受疫情影響 我想很多市民都很痛苦 因為入息又少了 可能失業情況 與其可能申請公屋的情況都會加劇 我們來到這裡防委會的門外 亦都希望防委會都正視這個輪候時間越長 輪候人動越長的問題 另外我們都建議在防委會 在增加公營房屋的部分 可以快一些 就算找到地都好 都希望可以加快那個進度 所以和阿欣今天來到這裡 都希望向防委會 反映我們一些基層市民的期望意見 是啊 你可否講一下 對於基層市民的生活狀況會如何呢 好啊好啊 大家好 我是公屋聯會名譽會長陳凱欣 今天和阿焦剛才都講解了一個情況 其實在我們九龍西 公屋聯會其實我們都有辦事處 而在這段期間 其實過去一段時間 特別是深居保區 我想大家都知道 即基層人士比較多 劏房屋也比較多 其實劏房屋 其實他們真的不想煮劏房 他們是為甚麼呢 他們其實是等著上樓的 很多都是 剛才阿焦都提過 會現在的輪候時間是5.7年 但譬如你說平均5.7年而已 其實我自己在地區裡接觸街坊 不止啊 真的不止啊 5.7年大家都知道平均而已 有些最長的事是八年 九年都大有人在 而在這段時間 他們要為了等上樓 他們沒有資格去住高屋 那你要租一些劏房 其實劏房的尺價比蠔寨還貴 而他們的電、水 有時都是被人攬收的 沒錯 還有沒有一個合規格的租約 突然又被迫遷 突然又會加租等等 我都接觸過 也都最慘的 我好記得一些個案就是雙龍 兩個老人家都堅持是覺得自己 自己有所有的 我想自己賺錢 也都不拿這個 縱援 他們排公 雙龍排都排很久 他們住過劏房 所以你看到他們 住的那些還有部分地方 可能漏水 他們用一些升鐵搭回 但一到夏天 現在快要開始熱了 一到升鐵 有些地方 他們吸熱那裡 很熱 很熱 很焗 所以其實他們那個 我們經常都叫做不適切住房 其實真的不太適合人住 如果我們這樣說 其實不是很理想 因為他們劏房那些渠 尤其是疫情 疫情之下 沒錯 所以剛才我們都說 我們今天來到這裡 就很希望 就是正視到的問題 這麼長 要等5點出來 究竟是否沒有方法 可以增加到公屋供應 是有的 我們都有建議了很多方法 是的 在去年的長遠房 策略公佈的時候 政府就說了 找到330公頃的土地 就可以在31萬6千個單位 但這個都是屬於 比較遠一點的軟水 紫上的數字 紫上暫時來說 就未可以拿到手 是 另外阿欣提到 當然供應上 希望可以增加 我們有一個建議 譬如今年的預算案 財、波叔 你都說了一些情況 譬如一些商業地段 在九龍東那部分 我想因為啟德那塊地 就是一些五法商業的用地 都建議撥作做一些私益房屋 另外就說 關於一些一地多用的 是過去以前在資料報告也提過的 在這些地面方向上 我們希望 你既然撥得是私益的地 為何不做 為何不公平房屋 是的 是的 18年政府的林太 當時都有舊福的土地 是幫於啟德 安特實 都轉了由私營變工營 開了先禮 這次是否可以再創先禮 都可以想得多些 另外一地多用 例如在下面建造一些政府的建築物 上蓋是否可以用來建造一些公營房屋 是舊村 我想在九龍西 例如南山村 是 或者是一些相對舊的屋苑 要重建 沒有地 怎樣去處理 這個也是一個方法 其實一地多用 我想我們已經說了很久 是的 其實也有很多建議的方法 因為大家都知道 現在輪候時間那麼長 現在政府是在做很多 我們都支持的 譬如過渡性房屋 或者現在在研究劏房的租金規管 但是其實這些只是 就是治標不治本 最終就像我們剛才所說 很希望政府真的要落實 真的要那些單位對到現 不要經常說完這些數字 單位對不到現 所以房屋的供應 供應數字是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我也是非常之希望 政府是真的一地多用 這個一定要想 還有你既然那些公客 轉到私樓 大家都很不明白 現在等那麼長龍 為甚麼不救了水深火熱的人 我們都覺得要 私樓我們都覺得要 但是其實在現在等了那麼久 那麼多人去申請的時候 我們真的覺得 應該先將那些地 先做了公屋先 沒錯 解決了我們現在延離至急 真是很需要 5.7年了 對不起 不可以再加長 我們希望不要六年上樓 即是呼籲三年上樓 是我們很多市民都很期盼 做得到的情況 沒錯 我想我們公屋聯會 一起的目標 今天反映這個意見 希望政府聽得到 真是落實 希望快點增加供應 可以呼籲三年上樓 好 謝謝 好 拜拜